因為疫情的關係 為了保障教育 官民的安全 以前官府只是官來個級的 學生屬性 就要在水晶來學校 另外個級官團體的完工 也需要在水晶上班 管理有強調 學校是很多人做的 學習的中所 除了家庭學校的消毒 在水晶 水晶 做好工業工作不檢測 包括有線電視的發展 我相信所有的一個應變計畫 雖然不方便 基本上台灣社會 都有能力來做應對跟應付 也感謝所有的學校 所有的工作人員 希望大家都進入到SOP 很用心的在對小朋友的防疫工作 跟未來的教學工作 都有做盡興的規劃 管理也說 家庭官各級的學校 會用相關規格和標準 進行工業的工作 看保障性和家庭 健康和安全 大雄新聞 環培宜 蔡宏報道